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斜阳陪罗夏 金戈陪铁马 我那爱恨陪年华 作曲 李宗盛 月色影枝涼 朗颜影风沙 前世影惊谁牵挂 千年之下 辗转繁华 此生为你放不下 思念如花 几度冬夏 我愿等候你连家 千年之下 辗转繁华 此生为你放不下 思念如花 几度冬夏 我愿等候你连家 我等缘分的回答 我等候 又成彭华 臣在 你等兰台之臣 既然早就知道历程有变 为何不及时通报 实在应付失职之责 请太后责罚 太后 历程边远 兰台无法及时查证通报 虽有失职之嫌 但此番能掌握证据 历轻厉害 也属功劳一件 还望太后宽衡 让其功过相顶 兰台负责监察百官德行 此番失职 令哀家 还有皇帝非常地失望 却如镇北侯所言 最终可以揭发此事 也算是戴罪立功 这样吧 罚兰台诸臣 停奉禄两年 谢太后 母后 此番 镇北侯百里洪轩 左旗统领百里洪朔 又为我们大幽国立功 该奖赏才是啊 就赏镇北侯府黄金百两 此事到此为止 谢太后 微臣谢太后 谢太后 你们都退下吧 微臣告退 微臣告退 何必当 何必让太后 如此难堪 毕竟 她也是你的皇祖母嘛 你也当 适可而止 总之朕希望 你和贺氏 大家齐心协力 共护大忧 好不好 微臣 谢陛下好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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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 帮帮我 求你 我到底怎么了 我们扶杀是不是有药 是不是有药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 靳阳 你冷静一点 到现在 你还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吗 我是辽东部军里 最不受太监的郡主 是尘培豪府的 孤独的豪府夫人 真的 靳阳 早就死了 你说什么 既然你今天开口问了 我便一一地告诉你 辽东郡主靳阳 在八岁那年得了急症 家人悬遍名医 也都束手无策 看着靳阳日渐衰弱 将郡主视为珍宝的家人 更是伤心欲惧 而我 彼时则是暂居在郡主府中 修炼多年的一棵公孙树 郡主天性纯凉 常在我树下嬉戏 她这一病 也令我悲痛万分 但 这便是她的宿命 即便是我 也无可奈何 只能看着她日渐消遂 而就是在那时 你向我提出一个请求 要我把你变成靳阳 所以 我不是靳阳 真正的靳阳 在她八岁那年 就已经去世了 那我是谁 镇鸟 时常在我公孙树上歇息 是我的挚友 镇鸟 你的意思是 我是之妖 那我为什么在这里 靳阳命定有此劫难 而你心怀执念 于是拜托我帮你 进入她的身体 你说你要成为人 你想替她活着 为什么 为了百里红轩 靳阳之所以 能够看到妖师 是因为你取代了她 可是你取代了她之后 你别忘了以前的事 我一直在你身边护着 是因为你是 我唯一的朋友 百里红轩 马上就要回来了 你的这身羽毛 是可以被抑制的 只是你忘了 曾经的法术 只要你习得 驾驭之术 一切便可迎刃而进 我教你 内敬其心 外敬其身 各安方路 备手探听 未经其心 外敬其身 各安方路 备手探听 你做得很好 你只要记起 你究竟是谁 你的能力就会回来 想天后 记忆用心 小康往事 随江湖浪迹 小康往事 随江湖 今日 主记当时将天命之人 告知大军了 你记吗 唯有被指定为天命之人 将军无论何所为 都可明正言顺 将军经营数年 难道不想 天命 才于人为 我曾经跟你哥哥说过 近人时 我也会这么做 八音没有喜欢错人 祖神已经明示 但决定权 还在大军手中 人事与天命 为何总是不能 如人所愿 若世事都如人愿 那天下不就乱套了吗 大军 老夫不胜酒力 先行告退了 儿子送国相回去 国相当心 昨天 请不吝点赞 竟然有人明目张胆地支持明叶峰 王子 你要早做打算 一九魔已经摆明了乡中明叶峰 王子 此二人有暗通 这本不奇怪 现在什么都比不上大军的意志重要了 自从父亲把一九魔带回来传递祖神意志 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那大军为什么不在祖神纪上公开宣布 他明叶峰就是天选之人呢 可见大军心里还是另有乾坤的 可是这么多人支持明叶峰 大军也没嫁以制止 这宣布不宣布有什么区别 王子 大军的深意不可辜负啊 国相 你日日陪在父亲身边 你说他有什么深意 王子 你是大军的亲儿子 全郎族唯一的王子 所以大军四处征战 那明叶峰不过是一介武夫 他的出身背景怎么能跟王子抗衡 所以依老夫的预见 大军此举 只有唯一的可能 快说 本相猜测 大军本主义王子继位 可是王子的功勋 现在比不上万七将军 大军心中十分苦恼 所以表面上 实时培养万七将军 可实际 是在给王子争取时间 以历经图治 要知道 一个强大的对手 才能让自己更强大 你这番话说得太牵强 自古以来 新大军的确定 从来不是一朝一夕 从来不是随随便便的 哪个不是步步为营 哪个不是徐徐徒之 现在大军身体上扛肩 他把天选之子的名字 压住不说 这就是为了王子你 为了我 你也不是没看见 自从他把一九魔带回来 再加上今天这个祖神祭 在族人心里 我现在的地位 已经低于明夜风了 族人心中的地位 王子可徐徐徒之 可现在最最重要的 是大军 大哥 今天朝堂上的事 我都听说了 红衣你知道吗 公然弹劾贺瑶 只怕也激起了太后 对侯府的不满 贺瑶仗着太后 对她信任有加 在历程作威作福 原本这一次证据确凿 容不得任何人 质疑抵赖 却没想到 还是让她逃脱了 今日之后 她虽会略微收敛一些 但我们恐怕是 许更加留意 地方才是 大哥是怕我们 敌不过贺瑶 不管是现在 还是将来 只要你我 洪朔 我们三个在一起 我们百里家 就是战无不胜的 战无不胜 你说你一个大姑娘 每天还打扮成这个样子 真打算做一辈子男孩子 我本来就是男孩子 大哥你怎么了 大哥没事 只是有些累了 好了好了 国相就不要再提父亲说话了 他的心意我能不明白吗 他就是向上明夜风 什么好事都让他去办 我都怀疑 到底我是他儿子 还是明夜风是他儿子 王子 王子 好了好了 你去背负起来 王子 切不可操之过急呀 王子 这要是明夜风当了大军 对我们可是特别大的不利啊 明夜风这个人心狠手辣 败在他手下的人 没一个人能活着出来 如果我当不上大军 左右都是一字 王子的意思是 我自己的命远 我自己的命远 我为什么要交给别人选择 我自己的命远 王子是要出兵 王子是要出兵 一两 百两 这可是自断后路 不成功 变成人哪 只要我们仔细筹划 岂能失败 记住 在这个草原上 只有一个大军 是 自由父王便教导我 要单起百里家 更要背负起大游国的行往 大哥我谨言深行 但很多事情 都由不得自己 倒是时常羡慕你和洪朔 可以为所欲为 大哥时常在想 若不是百里家的长子就好了 大哥 好了 不了这些不开心的话了 大哥谢谢你 你跟我说什么的谢谢啊 好 侯爷看上去很不高兴的样子 夫人不去安慰一下吗 我只是个刚加入侯府的新妇 自然是无法和他们相处 几十年的感情相比 妹妹是最了解侯爷的人 有妹妹在 我应该可以放心 用余生来记录你的模样 哪怕繁华铺满这座山岛 阿纳奎 你找我有事 儿子今天有事想问你 前些日子我派你去北墨 老婆 吃苦了吧 儿子能为父亲办事 心里甚是欢喜 儿子不怕吃苦 阿纳奎怕的 是对前途的未知 请父亲告诉我 谁是祖神的命定之人 你想知道这个 我是父亲的儿子 从小父亲就教导我 要心忧天下 我不想让父亲的天下 拱手让于他人 嗯 祖神的意志 大军不可告诉他人 如果我现在就想知道呢 你不会也像那些 谄媚之人一样 以心属明夜风吧 我是王子 是你唯一的儿子 你早该让我继位 你不会善为于明夜风 是不是 你这个 逆子 立刻离开我的大帐 父亲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 我终于想明白 今天 我要决定自己的命运 你敢 好 何叔 小姐 夫人给你熬的姜汤 你还没喝呢 真是太任性了 何叔你别啰嗦了 你再啰嗦我都要磨音穿耳了 小姐调皮不知深浅 大公子怎么也管着 何叔管了她 十几年了 为何怪罪到我头上 何叔叔 何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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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啊 小心着凉 火味道 不烫吗 我喝过了 我先回去了 老奴也先告退了 父亲 交出大军之位 废除明夜风之旨 便留你一条性命 狼族之王 岂会受他人要挟 狼族之王 也会老的 阿纳慧 我是你的父亲 你敢 有什么不敢 记住 这一切都是你逼的 休有怪物 谋害大军 可是株连欺儿的大罪 王子 你的胆识 让本将佩服 明夜风 你今天不是外出带兵操练吗 若想兵心险招 必须考虑周全 是你 是你把他叫来的 是不是 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是不是 你从来就没有相信你的儿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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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外面的人 阿纳怀挟持大军 闭谋造反 立刻缴械的不杀 继续顽固抵抗他 诸连亲族 遵命 父亲 我从四岁 便随你征战草原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可是 你偏偏已中明夜风 如果你把王位传给明夜风 你想过吗 我 还有活路吗 阿纳怀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跟你争夺大军之位 我算想明白了 要么 当大军 要么 一死 父亲 在你传位给明夜风之前 你必须死 必须死 什么 红衣也去了 是啊 这分明是他三兄妹 故意陷害微臣 请陛下明察 不过若你问心无愧 又怎会被人引为口实 那日在朝堂上 当着众多朝臣之面 红轩夺夺逼人之事 简直是要连哀家一并问罪 退朝之后 朕也责骂了他 红轩他就是性格太过于耿直 未能领会母后平息 事态的苦心 母后请息怒 大忧征战多年方才平息 如今若朝堂上下不能齐心 岂不是让那些 寄予我大忧的外敌 趁虚而入 皇帝 贺瑶他虽有偏信失察之责 但多年驻守历程 也算是劳苦功高 百里红轩如此强横 要将贺瑶之事追查到底 其结果对我大忧国而言 都无异于事 演行哲役之举 母后圣明 哀家一片苦心 百里氏和赫氏 都是我大忧国之注石 若起了争端 才是对大忧江山的不负责任 母后说了事 贺瑶 此事朕不再追究 今后不可再犯 务必奉公正己 若你辜负圣意 绝不再纵容姑息 是 杀了他 杀了他 大君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大君 您这一生 曾经有十四个儿子 可是死的死 走的走 现在就剩下阿纳怀这一个人了 我看他是一时糊涂 还恳请您 刀下留人吧 大君 您就剩下这一个儿子 一个亲人了 大君 在下也认为 阿纳怀是一时糊涂 看在他以往战绩赫赫的份上 饶他一命吧 好 既然你们都为他求情 就暂且饶他一命 西里渡 今后这阿纳怀 就交由你来看官 是 还有 刚才 刚才试图谋反的阿纳怀亲兵 我马分尸 一个不留 阵北军左旗统领 百里洪朔 皆历城水患 皆原青通敌 乃大公也 着身百里洪朔 为阵北大将军 掌历城军政诸物 钦此 末将礼命 有劳了 告辞 告辞 恭喜将军 去忙吧 是 走 恭喜将军 贺喜将军 你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可以做吗 总是跟着我 白衣兄弟临走前 让我做您的天身侍卫 您给忘了 有这事吗 有啊 将军 正则不才 当会一生一世追随将军的 此次谈和贺瑶一事 连累了二位大人 非也 非也 此乃我等职责之所在 可惜 没想到证据确凿 贺瑶依然逍遥法外 只是如今 陛下和太后都不想深究其责 所以此次委屈孙大人 和庞丞相 一点惩罚 老夫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是大公子 您 前路坚信哪 出生于王侯史家 又有哪个是一生顺遂的 对于霍我大忧的逆臣 我百里是绝不姑息 大公子接下来 是不是还有什么计划 此番弹劾后 贺瑶定会收敛 暂时也不敢再起任何风浪 这些时日 二位大人也可稍稍放松 大公子 沉静泰然 运筹帷幄 颇有当年王爷的风范哪 庞丞相过誉了 洪轩不敢与父王相比 近些时日 我与二位大人不要再见 如有要事我会派人告知 是 大公子 你找我 侯爷这次的事 你知道吗 你在担心 以百里洪轩的聪明才智 他应该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对侯爷而言 我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又何必自视甚低呢 凌军 我想为侯爷分忧解难 可却一点忙我都帮不上 你要知道 这是你和侯爷 谢谢你们俩的缘分 很久以前 你只是一只普通的镇鸟 一日密室之际 被老鹰盯上 险些丧民 幸被一位不依少年所救 你浑身世上 精疲力尖 习惊昏死 是那少年日日悉心照亮 你的伤 才渐渐好了起来 那时 你修为低潜 尚不能幻化成人形 但你暗自下定决心 有朝一日 对于少年的这份恩情 定当涌泉相报 后来 你经高人指点 修为大有尽异 终于可以幻化为人 可是当你满心欢喜 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他却不愿意接受 你是妖的身份 他拒绝你的宝恩 也不愿意接受你的任何规则 在他看来 如影妖物 逆天命行尸 只会坠入更深的因果之中 甚至是他失足坠崖 命悬一线 都不愿意接受你的施救 其实这些事情 我并不愿意告诉你 你心里执念太深 我担心你会受伤 还不如就此放弃吧 不 我不会放弃的 为什么 此前 我只是一只镇鸟 对于侯爷来说 我是一只妖 可现在 我是他的夫人靖阳 我既来到他身边 就不可负了上天赐我的 这段美好姻缘 你想干什么 我要成为 能帮他分忧解仇之人 就算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 我也不会后悔 我定要完成此生心愿 若你心意已定 就竭尽所能 去争取自己想要的 我该怎么做 无论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现在时机尚未成熟 但他愿意接受你事 会如你所愿的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 只有等待 以你的天赋之力 迟早有一天 会成为百里红轩的助力 等时机到了 你自然会明白的 恭喜将军 那个绊脚石 总算是自取灭亡 你不害怕吗 狼族的女儿 怎么会因为这种事害怕 主继 早已得到主神的指示 下一任大军的人选 早已确定 是阿娜坏不自量力 活该她失去一切 将军 这是白泽和主继 献给您的第二件礼物 这是白泽的诚意 也是八应的真心 我爱的男人 是这草原上的王者 而我 就是王的女人 八应 你和白泽不 是否对我有些误会啊 将军什么意思啊 我说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 争夺大军之位 将军 您的野心世人皆知 八应岂会误会 你呀 就算不承认也没用 做大军 并非天下第一得意之事 可不做大军 便做不成天下第一得意之事 无论这得意之事是什么 不是吗 八应 我不想别人揣测我的心思 不管揣测的对与错 我都不喜欢 我更不喜欢 别人自作主张 将军 相军 相军 五弟安好 贺瑶通敌一案 太后降旨定罪原情 已失察之过 责罚贺瑶 降绝出职 后集新封大福 掌管叶城上下之事务 陛下计言 日后两家须齐心相国 前路恐独波折 以后种种 往弟欲加谨慎 兄弟 将军这是怎么了 今日出操 将军便情绪古怪 连罚了三个偷懒的下级士兵 将军不高兴 这我们也跟着倒霉啊 你现在是将军的贴身侍卫了 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将军 阿纳坏的亲兵已全部降杀 可惜大军还是饶了王子一命 这人老了 就会变得心刺手软 那我们 我再想想 那丑奴先行告退 白礼弘仪有消息吗 回禀将军 此事有些蹊跷 说 十二年前 百里弘仪被百里浩原 带回叶城之时 就有传言 他并非王妃所处 他是庶处 有人传言 他是百里浩原 在历城的私生子 也有人说 他是王妃母家的亲戚 他是谁 从何而来 没有人知道 直到是 百里浩原从历城戍边回来 就带了一个孩子 并宣称是百里家的 十二年前 在叶城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因为百里浩原 和王妃相继死去 百里家三兄弟 有一向亲厚 此事 便不再提及 你先出去吧 快走 快 走 靳城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 也不要跟任何人 说你见过我 明白吗 走啊 走 走啊 今生今世 我们都不要再相见了 走 快走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给你 我又别又跌过 我又不爱你 你先开心的 我对你 你一样 玩家 你不骚下 触 hab想做 带你一照 你也不听我 我担心的 我希望你不要再相 你不幸的 多不再初见的亭潮 忽面恋一丝心跳 独坐西楼眺望天涯 乘飘一曲牵挂 夜蓝叹息旧心何方 梦里有你在身旁 遇见才知流年匆忙 用余生来记录你的模样 哪怕繁华铺满这座山岛 夜里为留你的印象 Zither Harp 夜色朦胧 烛火微凉 描绘你的目光 只想勾勒谁的模样 只愿意你在心上 遇见才知流年匆忙 用余生来记录你的模样 哪怕繁华平满这座山岛 你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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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堂 有一个衣服